交通部铁道局针对高铁东沿宜兰已经做出初步评估 结果发现可以扩充轨道容量 缩时提速 而且系统运能优于北夷直铁 路线行经集水区长度比直铁还短 高铁的那个部分呢在营业速度上面 以及在它的调车部的基地的部分 其实我们在细纸基地已经用力取得了 只要在做基地的建制 其实它的营业上面都已经大有余裕 不像台铁这部分我们还要考量它的一个营业上面的一个需求 那趁这个高铁能够延伸到宜兰化 也可以把宜兰纳入我们高铁的移律生活圈 甚至可以大大的一个提升台铁东部压力的一个疏解 所以初步来讲呢 不管在时间上面因为从用高铁来延伸到宜兰 因为它速度大概急速是300公里 所以它大概在13分钟就可以从南港到宜兰 那如果是台铁的话大概要27分钟 那相对于来讲其实大概是double的一个速度 那其实最重要的原因还不是时机的原因 而是因为容量上面其实台铁如果新旧线共同 同时在营业的时候它其实容量是受限的 而且在台铁的营业调度上是有它的困难 因此呢在几个评估的指标上面包括是 不管是南港直端的一个拆迁 以及在那个系统的运能 和那个解决树林跟气炉之间这个容量不足的问题 都高铁来讲都明显的来胜过台铁这样的系统的延伸 交通部今天也对外公布规划路线 图片中的局线就是延伸路线 远离了翡翠水库核心区 并也会引进最新隧道工程技术 来减轻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今天有一张图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就是高铁的路线图 大家看到橘色就想到高铁 这条局线 这条局线其实也已经在集水区的边缘 但是它是远离 这个翡翠水库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得到 现在的国武是在翡翠水库的周边这样经过 但是我们的高铁线 它是远离现在的翡翠水库 已经到了这个集水区的边缘去了 所以它新的路线 它的环境冲击可以降得比较小 铁道局旧高铁延伸宜兰方案 会在今年底前启动综合规划 包含运输需求预测 工程路线 营运规划 宜兰三铁共战及经济效益进行评估分析 并依规划方案提报还评审议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